土耳其一隻貓媽媽近日用嘴擔著剛出生的貓仔 遙遙反房走入獸醫診所 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著醫護人員 並向牠們喵喵喵 獸醫檢查後發現原來貓仔眼睛發炎 遲遲無法睹大隻眼 貓媽媽才急得找醫生幫忙 經掛獸醫和護士的細心照顧和用藥之後 貓仔沒有大愛並且順利出院 護士說這隻貓媽媽是附近流浪貓 牠們平時會為牠提供食物和水 想不到沒有貓在危急時刻 會帶貓仔來求醫 有趣的是這隻貓媽媽隔天又擔著另一隻 同樣受感染的貓仔到診所 診所人員都感到很驚訝 事後兩隻貓仔接受初步治療之後 和貓媽媽一起被送去市醫院 接受進一步照顧 牠們之後都成功被人收養 除了貓之外 狗仔亦都很聰明 懂得自己去看醫生 巴西一隻受傷的流浪狗 更日走進去動物診所 先是安靜地靠在牆邊坐下休息 好像在這裡排隊等看醫生 之後搖著尾巴 抬起受傷的左前腳 好像在這裡說 這裡好痛啊 獸醫看到之後就上前去關心 先是幫這隻小黑狗做基本檢查 並引導去房間治療 獸醫發現牠傷勢輕微 但有一個小腫瘤 幫牠洗澡後就給讓物治療 現場所有人都覺得不可思議